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带子的也是很多的 你要像四十九遍的这种 至少的吧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那如果是不带子的螃蟹呢 一般就是他需要超度的话 最好不要吃 不要跟我讲了 不要吃听不懂啊 听得懂 对不起师父 那这好意思讲的了 哎呀 不带子的 带子的 你已经杀人了 你说杀大人杀小人有什么区别了 嗯 对 这种话问出来你有没有智慧啊 嗯嗯 没智慧 对不起师父 很简单的了 哎呀带子的 你杀一个怀孕的女人和杀一个 杀一个女人不是一样概念啊 嗯 你不能杀人这是最重要的呀 对 没脑子的 一点智慧都没有 嗯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就是同秋刀宝宝把没有打开的整盒箱 放在斜边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嗯 请问师父 好像有人问过了 你这些问题都有人问过了 哦 好 对不起 嗯 对不起师父 嗯 那如果同秋刑是房地产中间 看到有些房子风水很不好 并且无法更改 便告知客户有这些问题 然后客户就不买了 这样算不算动人因果啊师父 想这些问题自己凭智慧去解决吧 你可以不讲吧 好坏人家自己去 你不要去讲妄语嘛 你也不要说好啊 你也不要说不好不可以的 嗯 好 感恩师父 那个有的人钱少 那买一个差一点的他也愿意 对不对啊 对 对 嗯 感恩师父 嗯 师父 小佛台的菩萨像掉地上了 要念几天的佛大成会文啊 哎 什么事情都你们都做着出来的 佛台上的像经常掉下来的 哎 对 对不起啊师父 好好念啊 嗯 自己一夜都心无关爱为止啊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嗯 请问师父 师兄是呃 单身六十多岁的老妈妈 洗澡后趴厕所地滑 会在睡房换 呃 换衣服 嗯 请问大杯咒可以挂在睡房里面吗 师父 大杯咒啊 可以的呀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同修梦见法师的床上 只有一床有点破损的珊瑚台 同修心理想法师真是简朴啊 见识中同修盖四床被子 请师父此被解磨 他梦见什么样的法师啊 嗯 他就看 没有看 就是觉得意念当中是法师的 那个 嗯 盖了只有一点破损的珊瑚台 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说明他跟法师很有缘分的 他心中在挂念着法师啊 也有可能他上辈子出过家 嗯 嗯 感恩师父 嗯 嗯 同修是那个 忧郁症 忧郁症 你不要以为你是慈悲 你是忧郁症听不懂啊 嗯 是 明白了吗 师父现在在这就你的忧郁症 忧郁症的病人前期都是这样的 碰到一点事情好像粗伤自己的情怀了 哎呀 我前世可能是法师 你拿门镜子照着你这个脸 现在像不像法师啊 不像 好嘞 不像哭什么的 嗯 下一个问你师父 同修是邮政策地物流做内勤工作的 他会经常处理客户投诉 经常要帮同事用 呃 向用户道歉 这样同修会不会帮同事备业啊 会的呀 我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农村有一种行业 替人家哭 家里死了人了 他就替人家哭 你说他替人家哭会不会备业啊 讲给我听啊 啊 会 嗯 师父 就是嗯 有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到去放生 放了三十多条大猛蛇 莫里有人要伤害他们 周末人说不要 有一条蛇 对着周末人磕头 喊流眼泪了 请师父慈悲节目 那是应该他到下面去了 看到这些东西应该在下面 哦 是 他如果在下面的话 那就是 他是真的去救了 如果在现实当中 这些蛇的话 都是不是太好的 现实当中你都会有烦恼的 有麻烦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嗯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菩萨像被朋友接走了 现实中对方欠了同修的钱 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没听懂 嗯 就是同修梦见菩萨像被朋友接走了 现实中对方欠了同修的钱 嗯 请师父慈悲节目 哦 他帮人家背了呀 哦 好 感恩师父 嗯 同修早上上香时 一面你跳出一条流泪的大鱼 当天下午同修就去放声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真的 有很多 过去他杀害的 或者他愿意去 做这些功德的 比方说放声的东西 他这样去 马上放声 他是做的对的 他不想让他这些业障延续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感恩师父 同修梦见师父帮他看图腾 他问师父 声闻成功没有 师父说要地址证才能看得出来 请师父解冒 很简单 说明他还没有到这个位 如果到这个位 他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也就是说他的地址证 他不符合一个地址的标准 所以师父说帮他看不出来 听不懂啊 哦 那请问师父 他的声闻成功了没有啊 看图腾的呀 哦 好 对不起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家里的鱼缸 针对着主卧室的门行吗 鱼缸针对着主卧室的门 应该没问题的 嗯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同修上周在放声路上 车子跟别人撞了一下 当时想着破财消灾了 然后呢 有同修梦到他开的那辆车 车办没有了 请师父慈悲解冒 啊 那当心呢 有可能他要是 都是他错的话 说不定真的排到被吊销 也可能 叫他严肃处理这个事情 赶快念消灾即将神咒 五千遍 啊 好 感恩师父慈悲才是 嗯 同修知道身上的药金者 是郭氏的婆婆 可不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同修已离异十多年了 结婚前婆婆就已经过世了 现在也打听不到他的名字 嗯 请问 嗯 师父 就是小房子 金正错写的都是他的药金者吗 可以 哦 就写药金者了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白话佛法第一次 呃第一次讲 本性丢失 但佛众从元起 苏婆即是极乐 这里的元起 呃 原指的是原 最原始的本性 起原还是学博的缘分 是缘呀 缘呀 就是因缘的缘呀 嗯 缘分呀 这缘分你前世造的缘呢 金世造的缘呢 它都是缘分 你跟菩萨 曾经有一世有缘分呢 都是缘呀 嗯 嗯 好 感恩师父 嗯 同修当地 嗯 当地说 长辈不要睡在楼上 会压着晚辈 晚辈要睡楼下 请问师父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 从道理上来讲 你又不是菩萨 你这个房子 你说照长辈爬上去 长辈上楼梯不方便 他不睡在楼上 楼下干嘛 你不要压着嘛 你不要床放一个位置嘛 就好了呀 哦 好 感恩师父 嗯 同修结缘的自存小房子用红信符包好放在档案袋里 被快递员放在楼道的地垫下面 也不知道是否被别人踩过 请问师父小房子还能用吗 你没看到人家也没踩过 有什么不能用啊 嗯 对 答案师父 嗯 嗯 同修 同修的儿子是做养护公路的工作 因为他听说修桥补路是做善事 不知道儿子这个是不是做善事 嗯 他可以帮儿子念功德保身神众吗 师父 他是工作 工作只要行善 至少也有一点功德 因为你并不是完全是善业 你只是说工作而已 你是赚钱的 但是你赚钱的这个工作 如果是对众生有益的话 他也算有功德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生都拿钱上班 但是一生救别人 一生有功德不了 有 好了 嗯 明白了吗 答案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就是 同修梦道在一间小房间里面 佛台挺高的 观世音菩萨像的莲花 座上有一根螺钉 是固定菩萨像的 观世音菩萨像倒了 但是没有打倒任何旁边的任何东西 只是殴头上的佛光普照和霉 中心的红点掉了 同修当时准备出门 没听到响声 突然回头发现向倒了 急着马上扶起来 还在凳子上哭着叫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然后一时就清晰了 说那不是真的 他的佛台还好好的 同修已经做了三个类似的梦 请师父慈悲解梦 是不是他的佛台有点问题 佛台100%有问题 佛台只要有灵性 上佛台的时候他就有问题 好的感恩师父 那这种的话 他就要多捏一些小房子 潮度房间里面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身 同修梦见一个不太认识的女孩子 送给她了冰激凌和一尊 有点破损的东方台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 请师父慈悲解梦 就是这个女同修不管送她什么东西 叫她都不要要 嗯好 感恩师父 嗯 同修 下一个问题 同修平时会买整箱的矿泉水 每天换供水的时候 会拿一瓶全新的 家人有时也会从里面拿一瓶全新的喝水 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可以 嗯 感恩师父 你最好叫他把菩萨的水和他的水分一下 嗯 比方说你今天买回来一瓶 一箱三四瓶 十五瓶准备供佛 还有十五瓶自己吃 你只要做个标签 你就没事了 嗯好 感恩师父 就是要分开去分开了 那当然了 你是菩萨 你供人家 给客人的东西你自己可以享用吧 嗯 不 不可以 感恩师父 同修家是富士楼 佛台设在二楼 同修也住在二楼 先生住一楼 有人说男人是天女人为地 应该先生住二楼 同修住一楼 不然颠倒了会不顺 请问师父这种 有这种说法吗 那么以后 三十几层 四十几层 六十几层的大楼造好 男人全部赶到上面去 是吧 不是 好了 嗯 对不对 男人全部赶到上面去 每个人家里都有 你住在几楼的呀 嗯 哪有这种讲法的 你夫妻两个人感情好 我们就好了 嗯 他住在上面 他住在下面 你有本事天上 你到天上去 嗯 对不对呀 对 人家争什么 有什么好争的 对不对呀 嗯 好了 嗯 那以后就是 开酒店的话 啊 住酒店 出去旅游 住酒店 男人全部在楼上 女人全部在楼下 你分得清楚吧 你搞得清楚吧 你可能不了 嗯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下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 要给自己和家人 烧送往生咒的 自救经文 应该先烧给自己 还是先烧给家人啊 师父 看你自私不自私的 你不自私吗 先烧给家人 你自私吗 先烧给自己 或者你有急事 先给自己 就这么简单 嗯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同秋三岁得的小罪女 不小心踩上了 小佛太的菩萨像 菩萨像平放着 铁用红布包着 请问 请问师父 同秋需要为此 念诵多少遍异佛啊 至少 至少二十一遍 他怎么碰上了 小生理怎么碰上的 嗯 他是不小心踩上了 就是三岁多的小孩 那不行的 那不管的 踩上了 不小心了 那菩萨像还可以用吗 二十一遍 礼佛念完之后 你就知道 嗯 好 感恩师父 嗯 弟子没有问题了 同兄们自己的 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嗯 弟子错了 我看 你以后这样讲 同兄们的业障 让他们自己背 不要你追就好了 我看你把人家背的不少了 脑子都搞不清楚 好好修啊 多开智慧啊 学佛不是傻呀 听得懂吗 嗯 学佛是长智慧呀 嗯 好了好了 是 当然师父 师父再见 嗯 喂 请讲 太太你好 你好 我帮同兄问一个问题 问一个梦境 他做梦 梦到他的爸爸 因为他操了很多小房子 他的爸爸 就是 手里拿着几颗药丸 蓝色的药丸 他说 他的一年当中 他的爸爸说 他要 他要走了 不能保护他们了 他 他爸爸 他爸爸 走了 走了 已经走了 啊 那就他爸爸 他爸爸要投胎了呀 然后他说 他爸爸很疲惫的样子 还不好 非常不好 疲惫的样子 然后说 对 还说什么 对 疲惫的样子 就这样说 他就想会 是很不好 很不好 要投胎了 台长 现在这个情况 能不能赶快再叫他 很多小房子 试试看啊 实际上还有机会的呀 因为现在这么早来告诉他 很疲惫 就是说明他需要小房子呀 哦 太好了 谢谢台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台长 谢谢 七八十张啊 至少 至少七八十张啊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台长 至少七八十 对吧 好的 好的 谢谢台长 谢谢 谢谢 好 好 嗯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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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喂 师傅你好 啊 请假 您是给师傅请安 师傅您辛苦了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 帮同修问一下 然后同修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感恩师傅 师傅 有一个同修 他之前打通问答 嗯 师傅说是他血液有问题 让他二十一张 一波一波的念 然后最近这个师兄 他昨晚梦见 自己脖子上长了东西了 然后知道是血液的影响 然后这个师兄 他想问一下 如果他已经梦到 是血液问题的话 他应该许愿一个 怎么样的数比较合适 他百分之一百出问题的 嗯 像这种事情 讲都不要讲了 血液很快 会会让他造成血管流的 啊 他他还很年轻哎 嘿 你到火灯上去看看 有没有年轻过世的 嗯 有 好了 还要想的 那 知道还不懂啊 对对 那他要取一个 董述的话 如果是大量的话 怎么样比较合适 至少一百零八 张小房子吧 嗯 好的 然后他说 因为他同时就是 取了 排头都是自己的要经者 但是有不同的祈求 然后他现在想说 要取一个大一点的树木 他说能不能跟菩萨说 就是让菩萨来安排化解 他就是取一个总数 全部包含在里面 好好地念啦 取了太大念不出来 业障更重 赶快好好地念啦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师傅 有什么好讲的 像这种已经 菩萨已经在提醒你了 自己已经不行了 自己赶快地要 要要要许愿了 还跟好像 讨价还价一样 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好师傅 有一位同修 他业障爆发 已经按重症范本许愿了 然后小房子 在一个多月中 已经完成了两百多张 现在所有的症状都没有了 但是他本人总是觉得 这个受报期没有结束 请问师傅 是时间没有到那个节点 还是说他需要 有境界上 有更大的提升 才能过这个节 没听懂 就是 他觉得他自己那个节 还没有过去 虽然他现在的症状 就是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的心里 总觉得那个 关节还没有过 他就想起 那还在 那就还在 还在 那就接着念就好了 对吧 师傅 就是有师兄 他遇到看白话佛法的书 看不懂 然后他就写信了 去东方台问问题 结果收到回信之后呢 他还是没明白 然后就会产生一些 着急的情绪 请师傅为这样的同修 开示几句好吗 好啊 那个 首先呢 看不懂是他自己的根基 对不对啊 嗯 刚刚开始学 那看不懂 第一 不要急躁 东方台就算回过来的信 他还是看不懂 嗯 那他就得问别人 问自己的同修啦 问自己的懂的人啦 就像我们一样的呀 我们不懂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找人问呢 对 好了 对不对啊 对对 有时候遇到这样的师兄 觉得他们非常努力 然后心里就很感动 就想说要多帮他们一点 然后请师傅慈悲加持 我问你呀 我问你 有的人 就是 他还没开窍 智慧还不够 你这边上急不啦 急 好了 就这样了 我急不你帮助他们就好了呀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好师傅 有位同修他在 嗯 关帝菩萨圣诞那天 他给自己的药金者送小房子 盘子里 未燃尽的小房子的边 眼瞅着 嗯 快 眼瞅着成 就是烧成了一个圆片 然后上边出现了一个佛字 最后也化掉了 然后他想问师傅 这是与他 呃 先生三六九有关吗 他说他先生今年不但有双节 还犯太岁 但是他的小房子念得很慢 所以从来没有给太岁菩萨送过小房子 是否在提示他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 请师傅慈悲开示 这种不要想的太多 好 这种事情就自己归自己 好好地努力就好 世界上很多事情你去想了 他就来了 你不想了他就走了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现在很开心 对不对啊 嗯 师傅现在叫你去想一件不开心的事情 你现在想了吧 马上不开心了吧 对 但是我没叫你去想呢 你不想你不是还是很开心吗 现在 好了 嗯 现在是想出来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万物有心 那师傅如果就是比如说有个烦恼 我现在化解不了 那我现在就暂时不想 虽然我还没有放下 但是就等于我暂时就不去管它了 这样一个化解的方式可以吧 所以就暂时化解啊 暂时化解 暂时化解总比你真的痛苦好啊 对 你不暂时化解的话 你会承受痛苦啊 讲话讲的对不对 对的对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然后师傅有一个同修啊 他也是今年本命年犯太岁 他说他现在每天都是在家念小房子念经 都没有上班 然后他之前高学佛时就已经念了600张的组合给打胎的孩子 但是最近呢 他念经睡着的时候看到了几个小孩子好像在排队领什么 然后有梦到不同的孩子 有的只有八长大 有的没穿衣服 他就想请问师傅 这个是他还需要给打胎的孩子念经文组合吗 肯定的 你要记住了 脱了越久 欠了越多 他没有利息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他这个利息就是孩子对你的恨 你把他打死了 他灵魂只要有哪一天没有头胎 他就盯住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接着念 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有一个同修 他生完孩子 这个腰疼了八年 去医院检查 然后医生说不是肾脏的问题 建议他去看那个泌尿科 然后他许愿了一千两百遍如意宝伦王陀罗尼再念 他说这样可以吗 可以 师傅我在帮同修做一个很简短的小分享 感恩师傅 这个同修他去年两个小腿前后长满了紫色的圆圆的成片的皮肤病 而且还痒 涂抹药物也不管用 当他看到师兄念经治好皮肤病的分享后 他许愿在完成功课外 每天再念四十九遍往生咒 一百零八遍解节咒 四十九遍消灾吉祥神咒 请南京菩萨来帮助治疗皮肤病 连续三个月 在这期间还配合送小房子放生等 三个月不到 那些成片的奇奇怪怪的皮肤病消失了 基本痊愈 他想在这里分享给广大的佛友听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若有分享不如理不如的法律 就是菩萨保佑呀 菩萨保佑 你这种人就叫觉悟的人 明白吗 也请师傅加持他们一家 因为这个师兄一家都在修心灵法门 那个老爷爷他们都非常老实 就是很踏实的在修心 请师傅去跟加持他们 很好 很好 其实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 干干净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傅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前两天您帮我看图屯 说我佛台对面有黑气 佛台对面是我的卧室吗 然后有师兄就梦到 我的房间里有很多鞋子 因为在梦里面就是 我的房间是通往 另一个男生的房间 他们的鞋子都放门口了 门口就在我的房间里 就很影响气场 现实中是我的卧室 隔壁就是邻居的大门 是新搬来的一户人家 然后主人就是一个男的 然后我现在卧室的墙上 都贴了山水画了 这样就可以阻隔邪气了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呢 师傅 你最好不要跟这个男的见面 这个男的思想上的邪气 和他鞋子上的邪气 对你都会造成伤害的 你不要去打招呼 千万不要去 哎 笑子不要笑 你会闯祸的 你的这个人 我讲了你多少次了 你感情上 你一定会闯祸的 你听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了 他嗲了呀 你就是跟你说 贴个哈喽 人家都会 男人都会起邪念的 嗯 我听不懂啊 听得懂 我身体好一点了吗 你已经去跟他打招呼了 没有没有 我都没有见过面 不要见 嗯 好了 好的 保护好自己的 不要再搞了 跟你说 好的 这种我还不知道了 他鞋子并不代表 他的完全是气场问题的 他代表他的邪念的 邪思邪念的 那可麻烦的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我一定会注意的 那那我今天问题 就问到这里了 谢谢师傅 好的 好的 师傅再见 嗯 再见 嗨 嗨 师傅 弟子 师傅请 我带上耳机 师傅 师傅听得到吗 师傅 听得到很清楚 嗨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请示师傅 师傅 您那一天 说一个人 他不是有大官吗 大官要有 一千零八张小房子 那他可以放生多少张呢 师傅 化解大官 生死大官 他可以放生多少啊 你问我的问题是放生啊 对对对 放生嘛 像这种 你自己尽自己的力的 如果自己资金不足 也不用不着 放很多 那么念经多一点 放生了一般的 讲起来 可以一千条 两千条 三千条 怎么 以千为记 比较好一点 好吧 明白明白 师傅您说的生死大官 是一千零八张小房子 一般那种 有小官 中官吗 小官是多少 中官是多少 您说一下 一样 小官的话 一般的讲起来 你能够多念一点经文啊 多放点声啊 都是好的呀 他有的时候 一个小官 你念经念的多 放生放的多 最后这官都没感觉就过了 自然给你化掉了 是这样吗 所以很多人 稍微一个搬一下 一个大官就过了 大事花小事 还有就是那个 搅扭一下 是这样吗 就是搅一扭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 在搅扭一下 差一点点摔 都算的 差一点点摔一跤 都算的 那师傅 一般小官是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般来说 小官的话 小房子 你至少要49张以上 49张以上 有中官吗 小官以上有中官吗 中官一般多少张呢 要看的 要看的 你不能这么教条 因为每一个人 这个人比方说 现在在吃苦 他的工作很不好 他各方面苦的不得了 这种人来个中官的话 我告诉你 就相当于普通人的大官 听不懂 因人而异 这个 师傅这个要因人而异了 好 谢谢师傅的 此地三事 师傅 你看 一个人能成菩萨 有前世的根基 今世的修为 菩萨的加持 这三点 那师傅 这三点 各占多少比例吗 能这样说吗 前世的根基 今世的修为 菩萨的加持 师傅 你开始一下 师傅 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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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主要 还是他前世的修为 哦 干基 干基啊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多少大菩萨 到人间来救人 他如果不是成愿 再来的话 他怎么能救人啊 他怎么能上去 对对对 他怎么能成大佛啊 明白了吗 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师傅 你讲的就是 干基很重要 是这个道理 最重要 最重要 干基 就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读书的人 你脑子最重要啊 脑子就是你的根基啊 很多人脑子不灵啊 一辈子读不出来 毕业不了的 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四位开始 师傅做噩梦 代表去地府受罚 地府受罚的会 他会消福消瘦吗 师傅 这个问题 您开始一下 会 下去一次 一定减瘦的 减多少呢 师傅 要看的 每个人的情况 要 不一样 几个月 几个月 一年 几年都有 那师傅 他做了个 厉害的就是五年 十年 五年 这种就是很快就拉走的 那师傅 那做噩梦的话 为了 他一旦做了噩梦 要是不是要马上念 礼佛大忏悔文 是这样吗 师傅 是的 一般念多少遍 做了噩梦 一般念多少遍 礼佛大忏悔文 师傅 您开始一下 做了噩梦 一般你至少三到十遍当中 三到十遍当中 好 谢谢师傅的词为开始 师傅您有点累吗 师傅 不累 不累 好 下一个问题 师傅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就是说 现在许多师兄 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家中的孩子也跟着吃素 如果孩子许愿吃全素 但是住校 学校食堂中的葱蒜 避免不了 请问师傅 在对这个问题 助校的孩子如何许愿吃全素 做到如理如法的许愿 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吗 师傅 您慈悲开始一下 师傅这个问题 很简单 并不是每一个菜 都是葱蒜很厉害的 对不对 自己自己自己妈妈 给他多带一点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跟师傅里讲 哪些葱蒜比较少的 避免不了的 那么吃一点点葱蒜 味道不大的 也没办法 但是从不给你孩子去吃荤 你不是因为 对不对呀 因为不能吃葱蒜 你连肉都吃啊 这个不合乎 这个逻辑的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 有一个佛友做了一个梦 菩萨告诉他 从此岸到彼岸 要越过无根海 说要很久很久才到到达彼岸 师傅他他说的 菩萨告诉他 要越过无根海 这个无根海是什么含义呢 从此岸到彼岸 要越过无根海 我问你 无根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自己的觉醒啊 无根啊 就是像一个人没有觉醒的 这个思维 你想想看 什么叫无根啊 你靠自己的觉悟啊 你没有根啊 你听得懂吗 你靠别人靠不住的 这个无根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觉醒 要像海一样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容易的 哎呀 原来是这样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 那你说 师傅 那你看佛子天地邮寄中说 斗战生活 诸佛菩萨传下来 娑婆国土的经律 论有多少卷吗 好好去看白华佛法吧 里面的含义全部都能懂吗 大悲咒里 诸佛菩萨 无所障碍的大悲心 能理解奉行吗 师傅您讲讲 大悲诸佛菩萨 无所障碍的大悲心 能理解奉行吗 是什么含义啊 师傅 您开始一下 无所障碍的话 就说明 他拥有这个无上真等正觉呀 因为佛法 对有缘的人来讲 他会产生智慧 佛法对无缘的人会产生 让他觉悟 但是他不一定能觉悟 明白了吗 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 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彻底觉悟 那么要有根的 你如果比方说 今天跟你刚刚讲的无根海 对不对 你这个人没有佛缘 没有根的话 你这个人就像在大海里 在航行一样 你永远找不到边 这个无根海是这个意思呀 你要有根基的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了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 他都是靠根基 靠根基 就是这样 你没有根基 你那个树干 你树干不好 你那个枝叶怎么能旺盛啊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对呀 你没有根 就是没有种子 佛种 那么你就不会产生很多枝叶 来冒胜你的 整个的树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题开始 那斗战圣佛说的 金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所说的 看破法界红尘幻影 诸法空笑 你们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吗 师父 你讲几句吧 金经里面说的 观世音菩萨所说的 看破法界红尘幻影 诸法空笑 怎么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 师父 佛有没有不懂 你比方说你很有钱 你突然之间生病了 你住到医院里了 医生跟你说 你还能活一个月 你就领悟了 钱有用吗 没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吗 没有用 好了 没有用 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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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了 这红尘还不看破 你命都没了 这就是红尘 你要离开这个人间了 你说你还有什么了 那你还不看破了 对对对 这就是红尘幻影 哎呀 明白了 假的呀 你比方说一个 一个女人对你再好 对不对呀 你照进去了 她马上就离开你了呀 对不对啊 是啊 那些电影明星你没看见 两个人好得不得了 对不对呀 一个男的出事了 一个女的就跟他拜拜了呀 那就这样了 哎师父 对对对对 哎师父你讲的太好了 师父 哎我再读一下 师父您在佛子天地游记中 您法山说的这句话太好了 和刚才讲的一样啊 你师父 法山你说 在人间一切求来的都是假的 明文力量是假的 钱财福报也是假的 只有你提升进进 真正的为众生付出 帮助别人 才能令你的心灵 真正获得解脱 学佛修的事 就是一颗心 这颗心修的好了 就能上天 这颗心烂了 就下去了 你们好好思量 自己到现在为止 修的是一颗善心 还是恶心 孩子们好好醒悟吧 师父今天就点到这里 虚空的人生 在这一切虚空当中 你们想获得什么 好好问问自己这颗心吧 哎呀师父 讲的太好 是啊 没良心的人 你怎么跟他讲都没用的 对不对啊 你碰到一个强盗 你跟他说 你慈悲慈悲吧 他一枪把你崩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谢谢师父的慈悲感受 师父下一个问题 这不是身体容易失气重吗 从玄学上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就是人的失气比较重 失气重 失气重的人 实际上就是阴气重呀 失气就是属阴的呀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你比方说阴气重的人 第一 总是把人家往父面当中想 不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 对 第二 失气重的人 总是 偷偷摸摸的做事情 不光明磊落的做事情 这都是失气重的 所以他的骨髓里边 就冒着那种寒气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师父 我正好想接着问 寒气重从玄学上是什么原因 和失气重是相通的吗 师父 你识一下师父 是啊 是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早上 到了一个非常凉的地方 去过了 那么一股寒气进来了 那么你寒之后就变成湿了呀 对不对呀 人家说潮湿就跟寒湿一样 举个简单例子 对不对呀 你今天半夜里 你跑到冰箱里去拿一个东西 一股寒湿的风吹过来 你这个寒湿的风 你当时没打分体 你到了床上 刚刚睡下来了 他打分体了 就是因为寒气入你的身了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是不是要念大悲咒 多太阳是这样吧 就是揭持正的 像这种 像这种 就是说寒气重的人 就是平时做人 不要太阴呀 该讲什么就讲什么 很多人一开口就阴人家 哎呦 你好得不得了嘞 我还要向你学习呢 你说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 真的很讨厌 真的 一开口 一开口就是阴人家 一开口就是 哎呦 你真是模范了 哎呦 哎呦 你修得最好了 我要向你学习的 不能这样说 是不是这样说话 和像带刺一样 是这样吗 师父 他就是带刺啊 他就是阴啊 阴人家呀 哦 这种女人们就是 士气重 阴气重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您在白话佛法中开示 我们所做的法师 无畏师都要圆满 请问师父 怎样才算圆满的法师 师父 您慈悲开示一下 师父 你度一个人度完了 不理人家了 叫不圆满呀 你度完了之后 你不停地关心他 跟他打打电话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念经吗 那么叫圆满呀 好了 那 那师父 怎样才算圆满的 无畏师呢 师父 你开示一下 无畏师的话 你帮一个人 帮人家抬东西 你要说你来帮我帮忙在家里 抬到门口 我回家了 我还有事呢 哎呦 圆满不了 我帮你装桌子 上面你自己放 圆满不了 不圆满 不圆满 明白了 明白了 好了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 我们学佛人 随着学佛的时间 越来越久 害怕浪费时间 或者是接触不好的气场 会 会与不念经的人 接触越来越少 共同的话题 也越来越少 慢慢工作 或社会上的朋友 也会越来越少 那师父 我们如何平衡学佛念经 与做人方面 广结善缘之间的关系 和取舍呢 师父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你啊 你跟那些不学佛的人 越来越少关系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不去 学佛的人 会越来越多了 你看看我们看看 八方人 那八方人里面都是学佛的 你为什么不能去 吵个两三个人 交朋友了 明白了 师父 一点明白了 你离开了凡人 接触了圣人 你离开了众生 那些不学佛的众生 你接触了学佛的众生 你不是有得有失啊 对对对 明白了 师父 你这样讲 我们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直接开始 师父 纵观你解梦 我想问一下 师父 菩萨给我们凡人梦境 是不是就是用于 打比方的形式啊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打个比方 因为因为菩萨讲的话 他天上讲的话 实际上你根本不能理解 我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教授讲的话 小孩子能理解不了 小朋友 幼儿园的小朋友 能理解不了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 那么我问你 教授为了让小朋友听懂 只能干嘛了 打比方 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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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有师父梦中 给他们点心 直接 这样直接说 感恩感恩 谢谢师父 师父 师父 我们知道梦到蛇不好 有佛有问 白天走路 出门看到蛇 或者上马路上看到蛇了 在学学上有说法吗 有人说蛇谁拦路 有这个您开始想了 师父 碰到蛇总是不好的呀 你在马路上碰到 和做梦碰到都不好 蛇都是个鹰的东西 而且它是一个 人家说蛇不是把它当成个好东西 蛇是属于毒的 是害人的东西 所以碰到都不好 现实当中碰到也会倒霉 那一旦碰到蛇 我们需要怎么说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大吉祥 那念念大吉祥 天女神咒呀 啊 念小贾吉祥神咒呀 就可以了呀 碰到蛇里 你会跟他讲话 逃都来不及的 他晚上的灵魂到你身上来 他就直接 这条蛇的灵魂就爬在你身上了 你跟他讲话 赶快逃了 赶快逃了 赶快逃 还跟他讲话 你好吗 你还问他你好吗 老蛇 老蛇 那师父刚才你说 你和他讲话 他的灵魂 你是不是蛇的灵气 灵气特别 灵气特别重啊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你讲的 灵气啊 灵气特别重呀 他会找你的呀 哦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此理开示 师父有一个说法 说家里 一个家里一年内不能出嫁两个女儿 否则对娘家人不好 有这么个说法吗 师父 从宣言角度 是的呀 过去有的呀 过去有的呀 您开始一下 出嫁两个们 人家说起来 家里破财呀 女儿们是保暖衣 是有财运的 哦 明白了 儿子们是败家子 儿子是出去的 钱出去的 女儿们是为娘家门里赚钱的 你一年那么两个女儿全跑光了 你说你家里不叫破财呀 哦 是是是 是的 是明白了 两个这么大了 两个都跑出去 爱人家去了 都不照顾家里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那他就分开嫁了 不能一年之内 嫁了 是是这样吧 哈哈哈哈 现在的孩子会听你爸爸妈妈 他要嫁 他想嫁就嫁 他想离婚就离婚 哈哈哈哈 哎呀 是是是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啊 真是这样 管得住的 现在根本管不住 孩子听父母亲还要好了 孩子听父母亲 那就是父母亲的福德了 真的 对对对 那师父 为什么现在孩子不倾诉母脚了 一意孤行呢 师父 社会崩弃呀 末法时期呀 对对对 就像你现在问我 为什么到五六点钟 太阳会下山了 他就这个风起呀 他就这个 他就这个时程到了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也感恩关心 我们的师父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在救我们的人心呀 嗯 嗯 师父 对呀 你说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随便 对不对 对呀 对对 不结婚先同居 你说过去被家里人骂死啊 这就是社会的变化呀 是啊是啊 那师父在古代的话很丢人的 如果是不结婚同居了 是这样吗 师父 就是在古代古代社会 对呀 那当然社会在变化呀 没办法的呀 听懂了吧 嗯对 明白了 也没整容啊 现在整容整容 谁都不认识谁呀 明白 谢谢师父 这位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农村有个说法 家族里不能有孤坟 孤独的孤坟 所以一辈子没有结婚 单身出去的 单身的人去世后 需要配阴婚 就是给这个人 找个同样单身去世的人 把这两个人埋在一起 办理阴婚 师父真是有这种现象 师父 他佛有想问 这种孤坟真的对家族不好吗 从玄学和佛法角度 怎么理解和处理呢 师父这个问题 你开始一下 孤坟就是他做鬼了之后 他下去没办呀 并不是对家族 对他自己本人 过世的这个孤独的人 下了地府 阴朝地府 还是很孤独 阳间的人说 来我给他找个阴婚吧 下告呢 这个东西 人家念经的人早就上天了 还孤什么坟呢 对对对 这个东西是家里 吃饱饭没事干的 活的人都嫁光了 弄个死人了 再来出家出家 不要搞呀 这叫做迷信 你不懂啊 迷信 明白明白明白 是是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上次您给一个人 或者有个人身上 有黑气吗 师父 他说问你怎么办 师父说 要念礼佛大三宦文 要做善事 一善解百哉 师父 这个一善解百哉的话 能消掉人身上的黑气吗 师父 您慈悲再讲解 当然了 当然能 一善解百哉 讲的 你做善事就能解百哉 其实讲的一善 并不是做一件善事 而是你的善念 你的脑子一个善念 你就可以化解你千百个结了 听得懂吗 这么厉害 一个善念 所以脑子里 脑子里不能想不好的事情 只能想好事情 只能想善良的事情 只能想帮助人家的事情 明白了吗 是是是 那师父 有了善念再付出善行的话 这样就圆满了 是这样吗 师父 那当然肯定的 明白明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 师父 讲吧 讲吧 师父 有师兄梦 欧皇大帝那里领文书 安排他回去办事情 这个梦境 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这个梦境 他到欧皇大帝那里领文书啊 那安排他回去办事情 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这个问题 那回 回到阳间来 告诉大家一些事情呀 可能会接受到一点信息 然后叫他告诉大家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您开始莲花瓣上的 就是莲棚上 透明的水珠 叫功德珠 还开始了 花了很多的心血做功德 用心对人好 就是功德珠 那师父 功德珠 每个弟子天上的莲花 自然 自然感应 自然形成的吗 师父 师父 这个问题 是啊 你做善事了 他就有了 你越做善事 他越有 就有 那师父 那一两 一颗两颗 和这个数量上 有差别吗 师父 就是做的越多 那个珠子越多吗 师父 这个问题 您开始一下 是啊 对啊 珠子越多 功德越多呀 真的是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自为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 艾滋病是地府 对人间犯错人的 惩罚的病 有点不理解 哪些 就是那些 毒血液 得了艾滋病的人 他们的病毒 从血液里进入身体 那么灵性 就跟着血液 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吗 师父 您开始一下 对啊 艾滋病 这个病首先 就是不好的 对不对 这个病到谁的身体上 身体不好 这是第一个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艾滋病 到了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是不是倒霉啊 就像贫穷到谁的身上 谁贫穷了 谁是不是倒霉啊 你能说这个贫穷的人 他没上辈子 没做过坏事吗 上辈子没记过德吗 有记过德吗 肯定记得很少啊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你师父 你这样一点 我们就明白了 他没有无缘无故 会 你会染上 肯定有因果 他就是用普通的方式 让你得艾滋病 他还是有你自己的根源 在里面的呀 明白了吗 你说好 明白了明白了 碰不到 好人碰不到的 对对对 师父 您讲过 只要你学佛念经 你身上有光 那种病毒就会 就会远离 你不会染上 是这样的 这种理解吗 你说的艾滋病 至少现在是这样吧 好吧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那你看有一个朋友梦到 他在他身体里 加了一种药 叫安乐死 像做实验一样 一会会安乐死 就是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师父 是梦是他有邪吗 还是怎么样呢 加了一种药 叫安乐死 安乐死 实际上他天天都在浪费生命 就是安乐死 天天吃喝玩乐 享受的人 就叫安乐死 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 原来是这样 那只是提醒他 一时间不要浪费生命了 就是这样 对吧 对啊 对啊 明白 你浪费生命的人 不是快快乐乐的 在接受死亡吗 每天在浪费生命吗 他死掉之后 他往哪里去啊 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而且我们有个向往 开心 他到哪里去啊 他们进棺材了 对对对 想受我进棺材了 就这样了 好了 对对对 好 他们的业障 他自己被 恳请官 世音菩萨保佑我的 安石卢军红台长 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在人间救度更多的 有缘众生 师父再见 感谢您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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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师父 你好 师父请啊 弟子给师父请啊 我有几个梦子 请师父慈悲解 您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同修梦到他在一个大船上 看到一个银白色的大鱼 从海面上跳起来 之后呢 另一个黑色的像海豚 一样大鱼也从海面上跳起来 飞到船上 举起手向同修嗨饭 然后两只大鱼很开心的和其他跳起舞 请师父慈悲解吗 哦 这个人有好消息 你一跳龙门啊 不得了 还好 他放生放的很多 他有功德了 哦 是放生方面 哦 感恩师父 你现在叫他就算出于力士 也叫他势必要坚持住 很快就好事来了 好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好的 在6月26号的问答节目中呢 有一位师兄梦到师父在新营净土 还在用七宝池的八功德水洗澡 想请问一下师父 如果这样洗一次能消多少业障呀 消很多呢 消很多很多的 比方说 你洗一次的话 你至少全身干净了呀 全身干净 只要你不惹上红尘的染灼 你就一直很干净 永远可以干净 但是问题 你在人间里有染灼 你又脏了呀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告诉你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洗完澡 你在无菌室里面 没有任何细菌的 你可以干净多少时间 说不定你干净一年都没关系 你跑到社会上跑一跑 你早上洗的 你中午出去脏了 你下午又得洗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就是其实最难的就是 我们在红尘之中 不要再造业 对不对师父 对呀对呀 你不造业就一直干净呀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感恩师父 那还有一个梦境是 同修梦到他 和其他同修争议着 吃一些剩余的食物 但是因为他觉得 食物不太新鲜 所以他就抢着吃 但是其余的师兄们 没有吃饿着肚子 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很简单啊 这就是他们现在 所属的环境都不是太好 他就抢到一点东西 吃说明他还能 得到一些利益 其他的人都没有利益可得了 哦明白了 感恩师父 下一个梦境是 同修梦到自己是警察 手中呢 有一些黑社会的一个证据 黑社会的一伙人呢 就知道他有这个证据 之后抬着一口棺材 棺材里面有炸弹 要把整个警察局 和同修都炸死 那梦中呢 而且说这些黑社会的人 尝射了三次 都没有把他炸死嘛 之后最后呢 做梦的人 带着这些证据 到处逃跑 最后呢 在一个很多人的闹市里 一个黑衣人 把他抓住了 像请问师父 这是上辈子的梦 还是有要经者呀 不好 这个梦 这些黑社会也好 这个蒙面人的话 都是属于地府的鬼呀 现在鬼在搞他 鬼在抓他呀 叫他自己要多念经呢 这个上辈子的梦 做完之后 很快要倒霉呀 倒大霉 那针对这个梦境 要选多少张小房子 和念消灾是不是 我相信 总的最 总的加起来要108张 好 针对这个梦境 选108张小房子 消除最经历的业障 对 感恩师父 当然师父 有个佛 有他有一个佛台 我先把照片 我看着师父能感应一下 就是他上面 有一些挂着的菩萨像 和观和护法菩萨的像 他想取下来 念七七七可以吗 还要念小房子吗 要 七七七不够的 大概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针对这个佛台 上面取下的两幅画 59张吧 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之后 师兄还梦到呢 师兄 母亲很早去 是他有个后妈 一直冤结还挺深的 但是也没有说 有直面的冲突 但是最近呢 他就梦到 他他很开心的 说回老家吃顿饭 后妈呢 做了一顿 一桌子菜给他 就关系还挺好的 但是因为看到 很清楚那些菜里面 有肉嘛 他就没有吃 但是他跟后妈说 以后呢 你能多做点素食 我可以常回家吃饭 想请问一下师父 这是因为他们冤结 可以开始化解了吗 是啊 但是还是有矛盾 两个人 两个人矛盾 还是很大的 应该是上辈子的 是不是 之后 因为重修士已经学过修训了 针对这件事情 多念一些 简节奏给后妈 是好的吗 是 是好的 是好的 感恩师父 之后想请问师父 如果一个人 气量小和敏感 是什么样的因果呀 气量小和敏感 就是上辈子说人家不好的 上辈子怀疑人家太多 这辈子就敏感了呀 你现在都是这样 你比方说你怀疑人家害你 怀疑人家对你不好 你是不是气量小了 是 你是不是会 人缘也不好了 是 嗯 懂了 让我懂了 之后还有就是 心脏不好是什么样的因果呀 心脏不好好几种 从生理学上来讲 它是一种遗传 父母亲心脏不好 但是从因果上来讲 你心脏不好的人 就是坏心眼太多呀 也是 上辈子不断地做坏事 做 使坏心眼呀 哦 就是 嗯 懂了 懂了 好 学说最近呢 有 就前几个图 问答电话 很多师兄问师父 有没有 他有没有出家的缘分 其中呢 有一个师兄 您很肯定地说 有 但是还有一个师兄呢 您笑了笑说 就好像是否认的 但是您又仔细看了一下 他说 他是 有一次是菩萨的弟子 想请问一下师父 这是天上菩萨的弟子 还是成员再来的菩萨的弟子 就像我们是 卢台长的弟子一样的呀 有的是天上的 所以说我们都有缘分 跟着师父 跟着菩萨去修行 都是有缘分的 就是跟菩萨有缘分 跟师父有缘分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听到这些 还挺发起的 觉得自己一定要努力 跟菩萨的缘分 既然这么深 一定要抓住精神的缘分 对啊 你跟菩萨一定有缘分的呀 你要是没缘分的话 你怎么会跟菩萨在一起呀 具个简单来的 你跟师父没缘分 你怎么会跟师父学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因为我们前世 累积了一些福德 上根 才有精神 和师父和菩萨 会几下这个善缘 对不对 百分之两百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是 摩本最近就是疫情这么严重 师父能开心一下摩本的事情 让我们不受共业的一些影响吗 天天念经 出门就念观世音 嗯 叫做称称观世音 如下的圣号 嗯 好 就观世音不到保佑 不要让我们染灼 就是这样 躲避疫情 要这么讲的 明白了吗 管在嘴巴里多念点大悲咒 嗯 就是我们每天上香 就可以走吗 对 什么 你说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不出门 就每天上香 跟菩萨这样讲 也是可以的话 那当然了 你不出门 哪来的染灼啊 因为有时候就是 怕身边一些 他们本地的人 不戴口罩要等等一些 就会影响到 少出去 少接触 就会少危险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自己的印象自己的 感恩师父 好 再见师父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喂 喂 您请讲 感恩师父 感恩佛帅 呃 请收拾 我看一下问题 对不起师父 呃 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 呃 从秋买鱼放生 是在江边 然后鱼老板 一般会将鱼 放在笼子里养着 然后笼子里面 有些鱼是快要死的 但它没有死 所以这种情况下 嗯 买鱼要怎么买 才能如理如法 过去嘛 就刀下鱼啊 我看你们越活越 越活脑子越差了 买鱼还要来问我啊 呃 因为他是 你买鱼就是放生呀 什么样的鱼都可以买的呀 因为他有些鱼 老龙平常的人就不救了 你就专门救年轻人啊 哦 感恩师父 明白了 嗯 啥 他真的是 不动脑子 问出来问题 还有呢 嗯 同兄梦到嘴巴 附近有块吸肉 然后梦里找到 有名的医生 但是医生说 他今天已经 呃 治疗完毕了 然后消财 那个消毒和动手术的 仪器 呃都没有了 然后他就问 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只有自己 把吸肉拔掉 同修二话没说 就把吸肉拔掉了 还吐出了好多血 但是吸肉拔掉 他想问 这个梦境是消夜了吗 是啊 本来有麻烦的呀 但是自己解决掉了 觉得当心点 反正这种不是太好 是他身体健康方面有问题 还是说其他方面 是 就是有灵性 嗯 好 感恩师父 那他这种一般是让他 许愿念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好 感恩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到去一个场地 要出示身份证 但是拿出来一看 是妈妈的身份证 想请问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因为妈妈和同修 都是在念经的 帮妈妈背了还不懂啊 帮妈妈背叶了 嗯 他梦里头说 是戴着黑色的墨镜 有什么含义吗 但是可能 我经过就是 乱帮助别人的 不该帮他就帮了 动人家因果了呀 等于是他帮 他妈妈背叶了 但是动了他妈妈的因果 对了 不懂啊 感恩师父 明白 嗯 然后有另外一个梦境 是同修梦见 好像是在参加法会 然后要小便了 来不及脱裤子 小便小在裤子里了 后来他把裤子拉下去 看到裤子有一条长长的 跟裤脚一样长 但是很细的一个裤脚 中间裤脚的裤脚里 拉出来一条像手机充电线 线是透明的 上面还有一条红的颜色 不知道是不是血 然后这条线到底连着一只白色的凤凰 凤凰的头没有看见 尾巴看得很清楚 很漂亮 一头还连着小便的地方 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 我告诉你很可怜 沾染了人间太多的不好的东西了 他本来是天上的凤凰 瑞兽 当然人间受如此之苦 我告诉你 要叫他吵一吵妇科了 有问题了 哦 明白了吗 他说明白 他之前说 有梦到他要死了 而且今年是三六九 对啊 就是有可能 因为瑞兽 一般在人间不会活得太长的呀 哦 所以 所以他 他这个就是肠胃有问题了 是吧 他说他跟他的肠胃也没有关系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跟他复刻有问题 那他针对此事 许晏念小房子 要念一百零八 一百零八章 好 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 从修梦到海军军官 考自己的军事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梦考 那就是前世有一次 他做过海军 就这么念的 但是具体到 梦考这方面 有什么含义吗 没有 梦考的话 本身说明 他做得不好才考 做得好考什么 对 梦考考海军 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 要叫他当心了 不要重逃负责 也就是过去做错事情 现在不能再做错了 哦 就注意自己 修自己改正自己的体系 是吧 对啊 对啊 好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 同修以前学过别的法门 然后混合心灵法门 和别的法门所学的 告诉大家 六月初一 是土地公共的圣诞日 要给土地公共多念 送小房子 然后有些同修 就听了他说的 就开始念了 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像这种 凡事梦中做到东西 他自己不知道对和错 最好先不要传 明白了吗 传了之后 对的 也就是对的 错了 他就有业障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东西没有经过验证 明白了 他这有点杂羞了 所以会误导大家 对啊 杂羞了 我都看到他了 脸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白了吗 就是有点功高我慢 觉得自己很有本事了 很可怜 感恩师傅 想分享两个简短的分享 7月9号的时候 给师傅打通过图腾电话 然后师傅给一个60年属猪的人看过图腾 然后他反映说师傅看得都很准 因为他说师傅说他身上有个灵性是长头发的 然后他说他那段时间就是看那个一个歌手唱歌 然后这个歌手就是长头发 然后师傅说他的莲花掉下来 是有一段时间跟异性有关系好 然后导致懈怠掉下来的 然后彭修反馈说 他是总看这个歌手唱歌的那段时间 确实懈怠了 而且心有所动 所以想警示大家千万不要乱看东西 师傅还开始说 他彭修在上坟的时候 对王仁有不好的意念 让王仁不高兴了 彭修说他确实上坟当天有 就是意念上和王仁的一个交流 而且师傅说他所看就找的那个中医个子不高 彭修反馈说确实是那个人的个子不高 所以说这个图腾世界真的是很精准的 还有一个反馈 是7月11号的时候 师傅看图腾 给一个55年羊看图腾 然后他当时并没有问佛台 但是师傅主动说他的佛台位置不好 就是比较靠近厕所 而且比较暗 而那个同修听了录言以后 就反馈说师傅看得非常非常准 他当时正要准备改变佛台的位置 而且加装设登 所以非常感恩师傅 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知道身上的药经者是过世的婆婆 可是不知道她的名字 因为同修已经离异十多年了 结婚前婆婆就已经过世 现在也打听不到她的名字 小房子静正写的都是自己的药经者 已经念了1400500张了 还是没有超度走 他想问这个静正处到底应该怎么去写 静正处写了不啦 写了什么啦 他目前都是写的自己的药经者 但是现在还没有超度走 可以的呀 你要记住了 写药经者没超度走 就说明他这个药经者比较多 而且是泛泛的 你因为讲的是药经者 你没说是某一个特定的什么party 所以他们就来找你呀 很正常的呀 那师父 因为他不知道他婆婆叫什么名字 师父可以让他庆奔处写 药经者 自己名字的药经者 然后烧送钱 每次都跟菩萨讲 是他自己过世的婆婆呢 可以 好 好 明白 感恩师父 我的问题就问到这了 谢谢师父 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好 师父再见 谢谢 喂 师父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请师父 十倍开示 好 请问师父 小佛台在桌子上上香 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但是在其他地方念经 是否可以 上香的时候 必须在小佛台边上呀 念经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嗯 然后就是说 可以去家里不同的房间走动 这样念经可以吗 可以呀 哦 好 然后同修在家里 他不是一直在念经 有时候呢 他会学习百化佛法 做法布施或度人等 跟佛法相关的事情 他是不是也可以 把小佛台上的香 然这也有加持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嗯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 邪淫梦考 基本每次都过不了 同修是女的 但是在邪淫梦考里面 自己都是男的 跟女的邪淫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上辈子的邪淫呀 不是今生的 是上辈子 他做男的时候的邪淫呀 现在在考他呀 嗯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 有一个开示提到 每天五张小房子 是回天的基础 请问师父 这个五张是专职 给自己念诵的小房子吗 菩萨什么时候 给你们开示的啊 你们不要外面 动听细听啊 菩萨从来 对我们要求 都是随缘的呀 嗯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答一个问题 同修最近上香的时候 在观世音菩萨像的周围 有看到椭圆形的影子 颜色是浅浅的蓝色 请问师父 这是护法菩萨吗 是啊 嗯 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一般的蓝色的 都是护法了 嗯 嗯 好 明白 感恩师父 有一些老同修 在外面念心间和往生咒 会有出现头痛 不舒服等情况 所以他们在住心佛友的时候 有跟他们说 如果有条件的话 在外面尽量不要念心经和往生咒 请问师父 他们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 给佛友这样子的建议 是不是如理如法 嗯 不好啊 不可以的 或者最好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他来讲 可能他能量不够 但是对别人并不代表这个问题啊 他不能叫人家不念经的 他叫人家任何人不念这个不念那个 他都有业障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最好还是说 如果在念的过程中有不舒服的话 就停下来改念其他的经文 对啊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不能叫人家这么说 这样 嗯 明白 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以前在外地常住 设了一个佛台 去年回本地生活以后又设了一个佛台 就用红布把外地那个佛台盖住了 还把那里的佛台拍了一张照片 供奉在了现在的佛台上 前段时间做梦 梦到外地的这个佛台上有一坨黑色的东西 在水杯的位置 请问师父是不是外地那个佛台上有灵性了 应该是的 其实他供上就没关系了 他把那佛台的像拍下来供在他这里 现在的佛台上应该是没关系的 哦 明白 哦 明白 那同修他也决定说 不会再去外地那个房子住了 想把外地的佛台撤掉 同修念四十九遍礼佛和二十一张小房子 给房子的要经者 能在现在的佛台前面念诵和燃烧 和烧完 可以 可以的 再去外地把佛台给撤掉 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老公要问别人借一万六千八百块钱 梦里另外一个男的说 他要借钱不要借给他 他借钱是要买老婆用的 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 现在他的钱有问题了 有灵性问他要钱的呀 好了 哦 明白 他上辈子借的钱上辈子的债主只来问他要的呀 哦 那他需要念多少小房子了 有的念 不知道 嗯 好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自己放在灶台上的粥溢出来了 从灶台流出来了 弄得满灶台满地都是 同修在梦里就想 自己已经吃光了 怎么又溢出来这么多 同修在厨房里面搞卫生 就有两个男的到厨房里面来找他算账 梦里觉得这两个男的对他也没有恶意 请师父解梦 哎 两个灵性 想都不要讲了 好 已经来找他了 赶快还债 嗯 那他这个粥溢出来有什么含义吗 粥溢出来的话 也不是太好呀 你比方说 你今天粥烧好了 好 圆满了 这个事情 溢出来就是过分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现在 各方面经济条件都好了 但是你过去该还的钱你不还 所以来两个男的就来要债了呀 哦 明白 嗯 他说明他条件比过去好很多 他不可还钱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感谢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以前的一个男同事 又好像是某位男同修 接同修和另外两个女师兄去北京 同修最先上的车 去接一位女师兄的时候 这位女师兄刚好和家人在一起忙什么 就说去不了了 然后就去接了另外一位女师兄 后来梦境一转 同修又没坐在车上了 他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位后来上车的女师兄 那位女师兄就说对不起 把同修漏掉了 但是他们已经开出去很远了 也不能来接同修了 同修梦里虽然有点不愉快 但是心里还是想随缘吧 请师父姐梦 这就是强求的事情不要做 他最近会碰到一两件强求的事情 所以他不要去参与 好吗 好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参加法会迷路了 想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师兄 但是找了好久 都没找到这个师兄的电话 用手机想打这个师兄的名字 都打不出来 同修在梦里很着急 请师父姐梦 真的打中方才蛮好的 嗯 嗯 那他梦见参加法会迷路是怎么回事 参加法会迷路啊 嗯 对对 大家就找不到政法呀 参加法会迷路就是说 他现在走的路 跟博法还是有距离啊 嗯 哦 明白 感恩师父 上一个问题 同修梦见和一群佛友一起坐大巴车 入住一个五星级酒店 酒店感觉在山上 沿途经过的地方风景特别美 同修在大巴车上还想自己第二天要到周边去游玩一下 到了酒店办完入住手续 一个女师兄到电梯口接同修上房间 但是同修走到电梯口 电梯就关了 同修上不去 后来又来了一部电梯 好像是两个男的来接同修 同修就跟着上了电梯 电梯就到了酒店的楼顶 同修看到楼顶的房间条件很差 不太满意 就问带他上来的男的 这个房间花了多少钱一晚 请师父解梦 哇 这个两个人一起在做一些事情 最后这个结局不大圆满 哦 明白 好 感恩师父 两个人在合作做事情 哦 明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同修白天出去度人 晚上做梦 梦见自己背了一场很重的被子在身上 又梦见师父穿着白衬衣 拿了一堆礼佛大忏悔文 同修在梦里问师父 他背了一床被子是背叶了吗 师父说不要讲 念些往生奏 请师父解梦 赶快了 背被子 背大叶了 嗯 现在搞好地念小房子 念往生奏 嗯 听懂吗 他还需要念礼佛是吗 要 一定要念 礼佛一般五十九呢 嗯 那这是说明 他度人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吗 不一定的 前世根源不足 其实许愿太高 也会产生这种情况 哦 明白 好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哦 好 没时间了 哦 好 感恩师父 那第一次问题 今天就问到这里 同修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请师父多多保重罚体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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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